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日生日快乐 生日生日快乐 爸爸你干嘛呢 人之初 现板上 性昌庆 席乡两国胡椒 近哪天 叫之道 会以专 欢迎收看由金律超级续航M5冠名播出的我的纪录片 和爸爸在一起 爸爸的陪伴不可或缺 而妈妈却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从本期纪录片开始 我们将推出特别策划 听妈妈说 跟随妈妈的视角 了解萌娃们的成长与改变 你们好 你们好 我们家就比较乱嘛 因为那个都是孩子最近就喜欢的玩具 喜欢恐龙现在 然后全都给拿出来摆呀什么的 还得收一下 这个是已经好久了 就这个成长了 我们就说把这个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什么的 他说可以 说完了以后自己就去拿一个iPad就拍 拍完了感觉是要哭 他说那个 他如果要想它了 他就看一看 就他比较重感情 就喜欢所有的旧的东西 就比如玩旧了的 有时候坏了 他说妈妈你去给我修 他也不会让我给它扔了什么的 所以就好多那个旧的这些玩具 都留着呢 这个是就是 他以前最喜欢玩的一些车 这个就是小的车 然后下面是大的 必须要求我给它摆整齐 有的时候自己摆 然后有的时候犯懒了 就说妈妈 那个麻烦你能不能把玩具 给我摆整齐 就这样子 从小就这样子 从小就这样 比如说家里面要有个垃圾 他要有的时候看见了 他就会一根头 他会捡起来 扔到那个垃圾桶里面 还有这个 这个 这是在幼儿园 做的手工 我都看不出是什么 这是小刺猬 大俊这是小刺猬吗 告诉妈妈 对 是你做的吗 因为我是雕了一架 我都做的 买业好棒啊 还有这个 那个下了手工课的时候 就这样给我了 我说这什么东西啊 他告诉我这是秘密 大俊这是什么 妈妈问你这是什么东西 蝴蝶 στα 不要 Chairman 很快 大巴车 搅拌车 工程车 挖土机 还有消防车 就一做饭的时候 那消防车全部都在出房 说怕着火 那厨房一溜全是消防车 简刁是什么车 云基消防车 什么情况下 用云机消防车呀 不想说啊 那你说一下 你给我个面子 好吧 给丢给 那行 那是什么呢 那是 秘密吗 我还是就是既高兴吧 又担心 因为这个高兴 我是这个爸爸去哪了 确实特别好看 我是忠实粉丝 特别特别好看 然后我觉得孩子 也会受到很多的 这个锻炼 因为他的这个锻炼 是我们父母 都给他给予不了的 那么担心确实是他爸爸 因为他当时要拍 爸爸去哪的时候 他的戏都没完 第一期他走的时候 他都可能就回了一下 完了他就在走 就是所有的孩子的东西 他都不清楚 由于爸爸林永健 平时忙于拍戏 和大郡相处的时间 就相对较少 儿子喜欢什么 平时有什么习惯 都不是很清楚 我现在还在忐忑 我真是忐忑 头有回戴 兴奋的是头有回戴的 我想感受感受这个过程 有好多东西 他就是跟孩子在一块 就他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有的时候 我的朋友都会了解 大郡的一些日常习惯 他可能都不见得 就这些词的故事 都带吗 不是 我要选这个 这个小红帽这个 稍微你要哭 别少爸爸了 这是爸爸让你选的 自个儿挑的 听见了没有 那我就要一个车的书 车的 好 好了 就这些行吗 好 好 拉钩 说起来我是一个 不称职的爸爸 一年365天 我有350天在拍摄现场 我很少时间陪他 晚上的时候 回到家里就特别晚了 孩子就睡了 然后他一个是会看孩子 然后第二天呢 大郡起来的早 然后就会到爸爸那儿去 他们两个就在床上 在那儿玩 然后起来以后 他就抱抱孩子 亲亲孩子 然后吃完早饭 他就又走了 就是这样的交流 他就觉得 我应该好好地工作 给孩子能够创造 一个好的条件 他最主要的 可能是做的是这些 为了让老爸林永健 能在节目中 照顾好儿子 妈妈周东奇 也是费尽了心思 不放心的他 甚至写了刊娃宝典 让老爸林永健带着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 黑花宝典 他妈写的语录 再带上语录 语录本应该是红色的 我们家是绿色的 时刻牢记在心 我就觉得这个笔记本 虽然可能当时 我给他写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 我的心里比较踏实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是可能对他的作用 并不大 父亲对孩子 肯定是特别的爱 所以我相信 他一定会想尽 各种各样的办法 会去照顾孩子 会去爱孩子 我相信他一定会 所以他第二期以后 他就不要了 虽然老婆对自己 带孩子没有信心 但是林永健在节目中 还是想尽一切办法 照顾大军 虽然偶尔会严肃 也会批评儿子 但更多的是 默默为儿子做这一切 儿子 咱俩配合鱼 终于他炒 算是弄出一个菜来 这次回来 我就觉得他就是 他就老是找他爸爸 因为他爸爸 一直都在拍戏 回来就走 有一次是提前就走了 他就一直在问我 妈妈我爸爸在哪里 他是在北京吗 我可以去找我爸爸吗 我去探班吗 就是原来呢 有的时候姥姥跟他睡觉 然后有的时候是我 他现在跟我说 我想跟我爸爸 他我爸爸呢 他早上醒了以后 他会找 他虽然是一个 特别不善于表达的 这个孩子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 他下意识地 他会主动地去 想表达 对爸爸的一种关心和爱 这次林爸爸 正好在北京拍戏 妈妈决定带大军 去剧组探班 贴心的大军 还准备了爸爸 最爱吃的饺子 是谁拿个面在撒 赶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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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都赶完再装一下 哪个是你的赶面杖 哪个是妈妈的 哪个是妈妈的 你的呢 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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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的小的鞋啊 人想赶面杖人想 这这个饺子是给谁吃啊 爸爸 我给爸爸送过去 赶紧 你一会儿要去哪儿啊 什么样子 爸爸怎么跑横店去了 你一会儿去横店送 一会儿你要去哪儿 你都乱了 这有脑瓜粉 爸爸最喜欢吃什么呀 爸爸最喜欢吃什么呀 我最喜欢吃韭菜菜 我去给爸爸送哪儿去 你说算了你不去 别搅 快点看爸爸拍戏吧 去看爸爸拍戏 等等我的饺子 你拿一盒 你拿一盒 好重啊 爸爸 爸爸 我给你带饺子嘞 爸爸给你带饺子 你包的 对 你亲自包的 好 来来来来 吃了没有 我吃了 谢谢大剑啊 谢谢大剑啊 这么好 你是不是你包的大剑啊 对呀 你还会包饺子呢 对 我 什么事的呀 我从昨天开始包的 什么事的 昨天就开始包了 我也忘了 热死我了 是不是拍戏很热啊现场 对呀都热死我了 我还给我自己带了一个 这是爸爸的 谢谢 你给爸爸拿一个 录完了爸爸去哪以后 我直接从现场 从那个机场 到了现场 我就等于说没见他 就不经常来看我 这是角度知道谁包的 是他包的吗 是他包的 是他包的 哎呀 他会包啊 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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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宇书 工作了 演员到位 爸爸 你演个什么人呢 你看着爸爸是什么人 法官 法官 法官演完了 那你演什么人 你看着爸爸认真帅 帅人 你演 tan 我帥了三千 爸爸这边帅了三千吗 那你演什么 快告诉我 爸爸演一个 你猜猜 蛋糕店里的蛋糕人 3 2 1 干啥 这次发现这个陆爸爸去哪 我的问题挺多的 暴露的问题 当然也是个好事暴露出来 咱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想赶紧把这些工作 都处理完 明年我就先暂时有个阶段不开了 陪他出去转一转 好好的享受享受这种亲子时光 我这次想他最大的一个交流 就是他以前有的时候一忙 听我说话 他会觉得我有点虚的 那么他现在特别愿意听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很不好 我那个地方非常虚心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变化 在本期节目中 爸爸和宝贝们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找野象 为了完成找野象的任务 有两个萌娃必须要与爸爸分开 今天我们有三个路线 第一个路线呢 要请两位老爸去坐直升机 在空中来观察野生大象的踪迹 我不想爸爸离开我 那这些爸爸都不喜欢 孩子都不喜欢爸爸离开 我希望爸爸离开 那这样 那我上去 我上去吧 爸爸我希望你 这边拜托 我再不多 我就对孩子不能不多 拜托 爸爸你别苦 去了 ights good leader country 열� 明白 没事 水渊 Wolene 难打 你必须有人одjon 然后那个休闲联还小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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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誰的啊 嗯 你必須有一個人做飛機 然後那個學生還小 你知道嗎 嗯 知道 知道 我肯定要留下 因為學生 沒有人能活著她 包括我也活著她 再加上她卻是你最小的 我也不擔心 我也擔心 我也擔心 別人活著 萬一不聽她的話 會有什麼意外 我也很感覺得她 也很相信我 儘管捨不得離開爸爸 諾依還是把和爸爸在一起的機會 讓給了比自己更需要爸爸的弟弟 鄒明軒 分開之後 爸爸和寶貝們各自踏上了找野象的旅程 而我們的經濟萌娃諾依 再一次開啟了她的老科模式 然後就是沒有大象的時候 那就是說我們走的那個路很對 我必須得用這個打大象 必須得拿一個關 然後除大象的鼻子眼 那一個大廟 上次我們搞一個大廟 是一個震動的一個大廟 我們就上來去休息 然後到時候 當時他在那個大廟 我們在那裡偷的時候 他沒有看到 那個大廟的那個窗戶 很重 他看到我們 所以然後他會跑的 爸爸走的那個路 然後他想 他想個諾依 我們都看看周圍的環境 不要老是想爸爸了好不好 好吧 爸爸 爸爸 諾依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爸爸 爸爸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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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看到那有一個帳房 那人的帳房 肯定是你做的 對 你都可以睡覺 你都可以睡覺 因為我走了特別長的時間 你都想我了嗎 我想你當然想你爸爸 然後你從飛機上一落下來 我看到你了 給你打招呼來著 對 你看到我了嗎 我叫你了你大聲 是吧 作為本季爸爸去哪兒 萌娃組的顏值擔當 混血小王子諾依 在節目開播前 一直是走國際犯 但自從節目開播以來 這位洋味十足的混血萌娃 徹底在東北口音裡淪陷 這不開玩笑 這不需要放醉 電池不要放醉 能不能嗎 雖然經常蹦出幽默搞笑的語氣 但是暖性的諾依在節目中的表現 經常萌化觀眾的心 即第一站貼心安慰老爸房子很好 不住酒店之後 這一站 又主動把自己喜歡的一號房 讓給了一時哭鬧的弟弟萱萱 你看 先生哥哥要把第一個房子給你 對 你看看他的表太哭了 你看 別哭 別哭男子飯 別哭 別哭 經歷了兩站的旅行 劉葉和諾依這對父子的感情 也迅速升溫 以後呢 詩琳 你跟爸爸分開的時間 你會留意 但是詩琳 不要哭 明白嗎 不不怕 不不怕 有不怕 不不怕 不不怕 不怕 也不少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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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友甄的父子之間的感情 感情然後變得具體了 之前可能更多的是概念 之前的書本上 之前有經驗的人跟你講 父母跟你講 过来人跟你讲 都是概念 都是虚的 但那个时候 那段时间我在直升飞行上坐那 我消化刚才的事情 就变得具体了 我感受到父子这样的感情 是真的是很真挚 很浓烈 很怎么说 很珍贵 那种实实在在那种 可以碰到你心向爱情 就是可以碰到你心的 风景如画的边境村寨蒙进来 带给了爸爸和孩子们 许多不一样的风情和感受 野巷古的丛林探险 不仅对爸爸和孩子 充满着吸引力 对制作组和村长来说 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和挑战 我们以前很多次的录制 基本上还都是 在人烟比较多的地方 但是真的要进入到 原始热带雨林当中 这对我们来说第一次 那可能宝贝们 更多的是新奇 但是老爸们 一定会跟我想的一样 最重要的还是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希望自己能够带着宝贝 一起去穿越丛林 但是我们昨天给的任务是 有两个老爸要离开 要去坐直升飞机走 怎么办呀 我想让你去坐直升机 让我去坐直升机 你怎么办呀 我刚宣布完任务之后 康康就马上举手 然后装作特别无所谓的说 老爸你走吧 我可以一个人去过去 但是在我快要宣布出发的时候 包括胡骏也是 胡骏他也觉得 OK呀没有问题呀 结果一低头 一看刚刚已经是 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就是抓住老爸的衣服 其实在这样一个丛林当中穿行 爸爸会对孩子有一份担心 但是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孩子其实对父母 也有一份担心在 都已经决定了 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好了 咱们走开 既然做出了决定 咱们就不这样 好不好 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说当时我 真的应该跟儿子在一起 一块去 那可能会更有意思 不过现在也挺好 现在我能够通过这个 能够了解到儿子的那种 对我的那种态度 对我的那种信任 对我的那种需要 我觉得也是件非常 难得的一种体验 如果你要那个有危险的话 他会来接你 知道吗 接信这一点 知道吗 明白了吗 这样的一次旅行 真的会给我们所有人惊喜 包括夏天 美丽的小公主 然后每次遇到她 她都会特别可爱的 会跟你微笑 然后很腼腆地不说话 但这一次在原始雨林当中 太堪心了 每天唧里呱啦唧里呱啦的 夏天已经完全地 融入到了大家当中 你要一个人好吗 好 帮你 谢谢我给你一点点 你看 帮你坐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她现在有一个 她知道会有哥哥 弟弟跟她玩 然后她很期待 她好像现在知道 她有另外一个家人 就是有这个爸爸去哪儿的家人 所以她平常很孤单 然后现在就是每次都很期待 现在可以跟爸爸去哪儿的家人 去玩 今天所有的爸爸们 都会特别兴奋地告诉我 村长 我看到野下了 看到他们从山谷当中穿行过来 有爸爸 有妈妈 有孩子 一边在小溪当中慢慢地行走 一边叫 还用鼻子在吸水 然后在相互之间在喷水在玩 真开心 我一定觉得这是人一辈子 太难看到的最美的画面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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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在这里 跟你说早安 大象 所有宝贝都在问我 说村长 大象那么可爱 我们为什么要伤害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要给我们所有的 看电视的朋友 在我们的大自然当中 有那么多和我们人类 一样可爱的生灵 我们为什么要伤害它们呢 你好 汪汪 王王 我叫诺依 你也叫诺依啊 学县 你也叫诺依啊 王王 我也叫诺依 其实我们可以和它们 很快乐地在一起 看到最心无诚服的孩子 然后在这么美丽的环境当中 和这些个最美丽的生灵大象 和它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 你的心都会变得和这些天一样 变得那么地干净 那么地透明 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节目中的这头野生大象叫然然 当时因为受伤 被当地救助站的医生 及时发现 进行了治疗 050的7月份 7月7号 救助的一头 一头小母象 当时现在将近14岁 就是当时我们救她的时候 她的零零才在三岁左右 因为当时她的伤口是一个黄断的 而且的话就是 因为伤口就在不断地感染 而且有很多的臭味 很多的阴气 因为她已经发营 严重地发营了 她走路都很明显地 可以看到这个脚 走路它越来越来破的那种 我们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因为它毕竟是动物 你要给它打针 要给它吃药 保证这个治疗的一个持续性 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更换水果 对对对 大笔来 你够一点 下雨呀 今天是冉冉14岁的生日 爸爸和孩子们也给这头可爱的大象 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回家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们要一起集体 送14岁的然然 回到生她养她的真正的大森林 再见 跟然然再见 他从救回来 一直就是我在负责照顾她 救回来之后 一段精心时间的治疗之后 感觉伤口的恢复情况 都是比较理想的 然后当时就采取了 就是让她回归大自然 因为我们最初救她的目的 给她起名叫然然 就是希望有一天 她能够回归大自然这个样子 再见 然然 别伤心了 别哭了 您收看由金力超级续航M5 冠名播出的我的纪录片 和爸爸在一起 感谢花印卸妆水 原装进口专利水融配方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添加微信公众账号 芒果新纪录 提前分享和爸爸在一起的精彩内容 更有机会获得 金力超级续航新款智能手机 爸爸去哪儿 第三季播出以来 除了五对新爸萌娃 在节目中笑点多多 让人爱得停不下来 温馨美好的剪辑画风 也大受好评 无论是天真浪漫的动画 还是幽默接地气的吐槽 亦或是超现实的叙述手法 被网友称赞为神剪辑 那这到底是如何练成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后期工作室的主要的战场 这个门直到一打开以后 直到项目结束可能才会关闭 基本上24小时 通宵都会有人 因为我们做的是第一期 第二期 节目的头两期 所以把人物性格 怎样能最快的 最生动的塑造出来 然后让观众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 其实往往几帧几帧的东西剪出来 就是其实工作上是挺恐怖的 这样并不是说我们不效率 而只是说我们确实做东西很挑剔 工作强度大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陪他们剪完 然后我自己还在调音乐 或者是在写音乐 还比较热爱 因为做完这个东西 有一种满足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后期团队的加油站 这几张床就是在大家特别累 顶不住的时候 就还是可以眯一下 标配 真的是标配 走到哪在哪 这两张床已经完全利用率太高 已经撑不住了 我就已经牺牲了 爸爸去哪第三季的开篇动画 相信让不少观众眼前一亮 而这段国际范儿十足的精美动画 就出自后期团队 几位90后的笔下 我们之前呢 也没有类似的经验 也是一开始从播放开始 都不能说是草草考了 最后都已经上色了 那个都不计其数了都 就我们做动画的话 每一个元素都是原创的 这个制作的要求就非常的高 精度非常高 就我们工作室 我的定位就是 我给大家提名 我觉得熬者 煎熬的熬 就是大家熬在一起 但是在更多的时候 再给自己寻找希望 这个节目都说效果好 可能那一瞬间 就可以所有的抱怨什么的 都会消散 总之一点 每个岗位 每一个工作人员 我都觉得 就还是挺幸运的 大家想法是一致的 有困难一起面对 下一站 老爸和萌娃们 将来到福建南境县 一座有着汉族传统民族的 土楼群 又会有哪些 新奇好玩的任务 在等着他们呢 每周晚12点 我的纪录片和爸爸在一起 为您独家讲述 萌娃和辛巴们 搞笑又感动的温馨故事 走吧 走吧 我们去哪里呀 有我在酒店不怕你不怕 宝贝 宝贝 我是你的大叔 一生陪你看日出 我的家里有个人 老爸 老爸 我们去哪里呀 有我在酒店不怕你不怕 宝贝 宝贝 我是你的大叔 一生陪你看日出 一生陪你看日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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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